在每年的年底都是許多品牌發表新車的時間點 因為這就是米蘭車展舉行的時機 但是去年因為疫情影響 導致整個米蘭車展直接取消 不過許多品牌都還是透過線上發表的方式 為我們帶來非常多非常豐富的新車 不過唯獨SUZUKI SUZUKI在去年的年底卻沒有帶來任何一款新車 我們都還想說SUZUKI怎麼這麼安靜 難不認他們2021年沒有半台新車嗎 當然沒有 因為他們在2021年初透過預告以及正式發表的方式 帶來睽違多年的速度之王準 自從第二代車型在2007年推出之後 準已經過了很多時間沒有改款了 不過沒關係他們這次睽違多年大改款 依舊帶給全世界的準迷 非常多他們喜歡的配備 首先他們外觀上我覺得是幾乎沒有太大的改變 他們依然維持這種非常龐大的車體造型 你知道要在每台車都越做越小越做越輕的年代 還帶來這種非常非常驚人的視覺感受 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同時我覺得他在車腿維持跟舊款車型差不多的感覺 他有一個中央有一個大燈的設計 並且旁邊有一個定位燈 整體的造型呢 我覺得在這燈組上面都變得更為銳利 而且我非常喜歡 他在大燈的中間 上面還加入一個準的字樣 哇看起來是質感 真是非常的優異非常漂亮 那在車尾的部分呢 因為他這次的拍攝車裝上單座蓋 所以整體看起來非常的肥 很有那種過往準 也給人那種駝峰的造型 還是完美的留存 但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他們這次 在車尾燈的部分 導入一個非常銳利的設計 而且在尾燈下緣 還有一個像是老流板之類的造型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在車尾 變得非常的沙 但總結以上呢 我覺得大家更開心的 會是他依然保持這種左右雙出排氣管 而且他這個排氣管外面採用一些金屬處理 讓他整隻看起來亮晶晶的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車款氛圍上面 他依然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在他維持這個很巨大的車身體積之後呢 他的裝備重量來到264公斤 所以真的不是一台輕盈的車子 那並且他們這次也強調 他們在整流罩的內部 導入一些空氣力學的設計 所以可以在高速騎乘的狀況下 帶來更為穩定的駕馭感受 那先前有非常多的傳聞 就是說Hayabusa在這次的改款當中 引擎的排氣量會有提升 不過在正式發表的時候 他依舊維持1340cc 這個與上代車款相同的排氣量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在這種歐盟5期的環保實情的狀態下 許多車廠都會用更大的排氣量 來換取更大的動力 或者是相同的動力 不過這次Suzuki非常的浪漫 他反而沒有做這些事情 相較於舊款車型197匹的最大馬力 在第三代的準上面 他的最大馬力只有190匹 在9700轉的時候爆發 最大的扭力只有150牛頓米 在7000轉的時候爆發 雖然馬力跟扭力都比上代車款還要小了一些 而且騎速我覺得算是 有一些有感的降低啦 不過他們這次把馬力跟扭力的輸出轉速 都在往前提了一些些 加上他們舊款車型可能是比較強調極速跟尾速的表現 但在這次的改款上面或許他為這個四缸引擎 帶來更飽滿的低速扭力表現 可以讓你在四驅騎乘或是三道騎乘的時候 整體的騎乘感覺更為暢快 雖然他們引擎的排氣量沒有做更新 但他們這次依然符合歐盟武器的環保法規 Sutuki也特別強調他們是透過 引擎附內一些原件的更新 還有零件的更改 來達成這個目標 那另外呢這次的準可以說是大改款車型 在他的車架上面也做出了全面性的調整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就是他們這次把把手的位置 像騎士這個方向靠近了12mm 這樣的調整 官方強調是說可以讓整體的騎士騎乘感受變得更為舒服 因為過往你可能是比較趴的感覺 那現在你可以變成一個稍微挺立一點點的騎姿 不過這是不是也代表當你在挑戰極速的時候 你需要把你的人藏的更下面 趴的更下去呢 這點可能要等我們實際引進台灣 或者是我們有機會騎到這台車的時候才能與大家分享 騎乘姿勢上面的改變 並且他們這次在車架調整當中 帶來了前後50比50的完美配重 那這次的配重的調整 我想可能與他們在Mohawk GP賽場上這幾年的經驗有關係 因為畢竟他們也是2020年的冠軍嘛 那相信這個新世代的車款也採用了非常多有關於Mohawk GP的科技 那這些硬體配件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過往的準其實都給了相當多滿滿的好料 那在這一代的改款上面依然也是維持相同的規劃 首先他的前面採用Brainbow目前最頂規的卡鉗 那前後的避震器也都換上KYB全可調系統 所以整體上來講他應該是一台遠文遠武 可以跑直線又可以沙灣的一台 頂級跑旅車吧 那我覺得在這次的大改款上面 又有一些算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點 首先許多人會覺得說 哇他維持著這種傳統指針表的設計真的太棒了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這個年代可以看到一根實際的指針在那邊 跳動的感覺真的是非常特別 非常具有懷舊感的 那這次Haiya Pusa也維持著這種設計 不過他在中央導入了一個全彩的數位螢幕 那數位螢幕的體積看起來蠻小的 幾吋我覺得已經沒有討論範圍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點在於 他沒有換上現在時下很流行的 與手機連線的一些功能 所以在一些娛樂方面的分數可能稍稍扣了一點分 那我覺得這次Haiya Pusa最大的革新也是我個人最期待的點就是在他電控系統的全方位革新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首先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來 預告一下 第一個就是Suzuki在2020年Moto GP拿下冠軍 所以代表他們對車輛調校還有電控系統的處理應該是有相當不錯的功夫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大家如果有騎過最新世代的阿魯1000R 你就知道這台車的快排系統的作動還有一些彈射起步的細膩程度 相較於同級的歐系車款 這台售價不到100萬的日系法賽車竟然可以做到非常精確非常柔順的一個動態表現 所以我覺得這次Haiya Pusa的全面的電控系統更新也是相當值得期待的 那他電控系統的更新上面首先他給出了 高達時段的可調循跡控制 我是不太確定在一台這種主打直線加速的車上面給一個時段可調循跡控制有什麼用意 不過這依然是非常值得讚賞的一個點 那另外他還有例如動力模式可調騎乘模式調整 定速巡航孤輪抑制引擎煞車控制 彈射起步 斜坡停車輔助下坡煞車輔助 那以上的電控我覺得他已經是一個給好給滿幾乎全部都點滿的狀態 就是你也不用再去選配或者是你還擔心說這台車好像買來之後缺了什麼配備 而且像是他還給了非常多這種跟速度有關的 像是防孤輪系統 還有這個彈射起步系統 過往這些系統的評價也都非常好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未來這可能會是你體驗 還要不撒的一大重點 那還要不撒在舉行線上的國際發表會之後 也立刻公佈了他在英國當地的建議售價 換算為台幣大概是63萬左右 其實雖然大家可能聽起來覺得很便宜 不過我覺得以這個國外當地售價來講 63萬已經算是一個 不是很低的價錢 我覺得你在今年的稍晚可以期待一下台零機車給出的官方資訊 或許有機會 你也可以在台灣體驗這種時速直上299的快感 當然我只是說說而已 因為目前曲線車輸太多 你可能真的沒有辦法體驗到 時速299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2021年式全新的 Suzuki Hayabusa 所做的介紹 請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掰掰